3月6日,宝丽香港拍卖公司举办了2019春拍预览 此次春拍的拍品主要分为现代艺术、古董真玩、书画等几大系列 其中,在现代艺术系列中,吴冠中的油画作品《桂林》估价约为2000万至3000万港元 《桂林》这幅油画的创作开始于1977年,最终于1996年完成 作品将油彩绘制于木板之上,长88厘米,高43厘米 作品的创作开始于吴冠中专注于油画的70年代 历经其80年代开拓采末,实现中国化现代化的过程 最后于吴冠中认为的水路兼程的90年代完稿 代表了作者一生对中西美学的探索 作品一方面以直观的手法抒发了吴冠中对祖国大好和善的热爱 另一方面借用西方的美学经验以色快的对比关系 营造出画面虚与实的相对空间 连接东方传统哲学的宇宙观 借使出了中西美学本质上相通的意涵 基底是非常的厚实 那么其实在当中就是色彩的转折也非常的细微 那么其实在每一个落笔呢 你就可以看到它那种排笔就是点下去的一个痕迹 在七几年的创作我们可以看到它非常写实 那么乌设呢也相对来说其实是比较单纯色调的 那么一直到吴冠中的九几年的画作当中 其实才有这种非常彩色而缤纷的小房子出现 那么所以它整个构图呢 到九几年的时候都变得更加的抽象了 所以它到那个时候呢才真正的就是把这样作品 达到它所说的说去无存经 并且呢重现了它在二十多年前所看到的一个桂林风景 在古董真玩方面 最引人注目的唯一尊清代乾隆年间的 青花又里红海水云龙纹宝月瓶 估价约2200至3200万港元 作品高达38.7厘米 造型俊秀又至温润银白 以青花绘制祥云与惊涛层次清晰 同时以又里红绘制出正面的立笼 以青花点睛造型契夺千里 里红龙纹的这个抱月瓶呢 是我们目前知道的同类中的 差不多应该是最好的一件 尺寸也是最大的一件 这种的青花又里红的烧制呢 颜色它对温度非常敏感 所以很容易就是那种又里红的颜色烧不出来 或者青花的颜色烧不出来 但这一件呢 不管是青花还有又里红颜色烧得都很好 它这种扁原的气形呢 它跟那种常规的那种元气不一样 相对来说烧灶的话 难度也会更大一些 现代艺术方面 玉展还展出了张小刚的 声声嘻嘻明天将要来临 周春牙的桃花风景系列2006苏州桃花 书画方面 此次预展的精品 有正板桥的竹石图 徐悲鸿的三级图等 估价约360至560万港元 据介绍 保利香港2019春拍将于3月31日在香港举行 GBG